演出会 演戏啦 演戏啦 开演出会啦 大学员一直有个习惯 就是吃午饭的时候 每天都有一个孩子当众讲故事 这个活动一直持续着 虽然讲故事这样的活动是有的 但演戏却是破天荒头一回 而且 演出是在很小的讲坛上举行 小讲坛原本是用来放钢琴的 每当学习韵律操的时候 校长先生就会弹钢琴伴奏 想一想 在这么小的台子上演戏 真是出乎意料 而且 还没有一个孩子看过戏剧 小豆豆也只看过芭蕾舞天鹅湖 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不过 大家还是按年级 讨论了自己班要演出哪个剧目 小豆豆他们班决定演的戏 可能在课本上有吧 反正 虽然他和八学员一贯的风格不太一致 大家还是决定演这出戏 这出戏由完山老师担任导演 戏的名字叫《画原部》 边缺游长得很高 体型很壮的睡所爱子扮演 腹肩游声音红亮 一看就觉得很严肃的天四军来扮演 一经则经过大家的商量 由小豆豆扮演 剩下的孩子们就扮演在山中修行的僧人 在开始排练前 大家先得记住剧中的台词 不过 小豆豆和扮演修行僧的同学没有台词 真是很幸运 因为 在整个剧中 僧人们只要默不作声地站在那里就行了 而边缺为了让一经能够平安地通过 由腹肩把守着的安宅关 要殴打主人一经 并且说 这只不过是一个在山里修行的和尚罢了 扮演一经的小豆豆 只需要蹲在那里就行了 但是 扮演边缺的睡所同学 却要和腹肩说好多话 必须记住大段的台词 而且 边缺还要取出一个卷轴 明明上面什么也没有写 但当腹肩说 念一念吧 的时候 边缺就要当场 一边拼命思索 一边念出自己刚想出的文章 最初 为迎见东大寺 由此 感动了敌人腹肩 因为剧中有这么难的一段 所以 睡所同学每天都在背诵着 最初 扮演腹肩的天四军 为了博导边缺 也必须记住好多台词 因而天四军也在拼命地背台词 泪得气喘吁吁 终于开始排练了 父亲和边缺面对面站着 边缺的身后是僧人们 小豆豆站在僧人们排头的位置上 但是 小豆豆并不知道这个故事 当边缺把眼一惊的小豆豆 掀倒在地上 用棒子打的时候 小豆豆猛地反击起来 对着睡所同学的腿又踢又抓 睡所同学哭了起来 扮演僧人的同学们却哈哈大笑 实际上 故事说的是 无论边缺怎么殴打一惊 一惊都毫无反抗 最后 腹肩体味到了边缺心中的痛苦 很受感动 终于放他们通过了这个安宅关 如果一惊反抗 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 晚山老师又向小豆豆解释了一遍剧中的故事 但小豆豆却坚持 如果睡所同学打我 我也要打他 这样 剧就没法排练了 一连好几次 每当演到那个地方 小豆豆都蹲在那里反抗着 终于 晚山老师说 对不起 就让阿泰来演一惊吧 小豆豆如释重负 觉得很高兴 因为 要是只有自己一个人被掀翻在地挨打 那可真是很讨厌 晚山老师说 和阿泰交换一下 小豆豆扮演僧人吧 于是 小豆豆站到了僧人们的最后 大家都认为 这下可以顺利排练了 但大家高兴得太早了 因为 僧人们手里都要拿着一根长长的手杖 这是为了翻山越岭能够轻松一点 小豆豆分到手杖之后就出麻烦了 他觉得 只是呆呆地站在那里 未免没有意思 就用手杖捅一捅旁边僧人的脚 再挠一挠更前面一个僧人的搁置窝 然后 又学着指挥家的样子 挥动着长手杖 这不光对周围的同学来说很危险 更严重的是 父亲和便庆的剧被搅得一塌糊涂 终于 小豆豆扮演僧人的角色也被取消了 扮演一惊的阿泰紧紧咬着牙关 任凭便庆踢来打去的样子 让人觉得真是好可怜 取消了小豆豆的角色之后 排练顺利地进行下去了 小豆豆成了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走到校园里 吃着脚跳起了小豆豆式的芭蕾舞 随心所欲的跳舞 心情真是愉快 小豆豆一会儿扮成天鹅 一会儿扮成风 一会儿又扮成奇怪的人 一会儿又装作是树木 在空荡荡的校园里 一个人跳了很久很久 但小豆豆心里还是有点遗憾 还是想扮演易经啊 不过如果小豆豆真的再去扮演易经 他肯定还会对睡所同学又抓又打 就这样 八学园历史上唯一的一次演出会 小豆豆终于没能参加 真的是很遗憾